52岁实力派本土剧演员柯淑源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与帅气大叔的形象 近年来戏剧邀约不断演艺声势在潘高峰 让人意外的是随着柯淑源的名气大长 他两个低调却来头不小的双胞胎哥哥 也一度成为网友们的专注的焦点 其中除了赞叹兄弟三人那遗传自家族浓眉大野 高壮身材的完美基因外 大哥柯博文与二哥柯仲武 在各自行业的惊人成就也成为热门讨论话题 据民事新闻报道 柯淑源的两位兄长都在时下最有前景的行业有不错的发展 大哥柯博文投身电子业 二哥柯仲武则是知名代销公司副总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 柯淑源那三十出投税才转入房屋代销业的二哥 在职场生涯的第二春 仅用短短16年就爬上副总高位的经历 据了解 柯仲武一路走来从菜鸟晋升副总 不只是因为有着超敬业的工作态度 他不断进步的精明建议 与创新的点子 也让他在业界如鱼得水 几年前便是他提出了 把代销中心融合咖啡厅的构思 不要让建商流于 一个只是在利益上的交流 所以透过一个咖啡文创的感觉 也能够提升整个建商对地主来讲的好感度 事到如今这样的风格也依然深深影响房屋代销产业 除此之外 柯仲武也罕见的在镜头前提起3D柯淑源 笑说自从弟弟在演艺圈闯出一番事业后 他就经常成为同事们讨论的对象 周遭的朋友同事很喜欢提我出来 因为我是明星的哥哥 不过当哥哥的他特别强调 还是希望能尽量低调 眼看大家露出疑惑的神情时 他紧接着就骄傲的笑颜 因为我弟弟是走一个实力派的 他希望呈现是一个专业的形象 至于兄弟三人长得像不像 柯仲武坦言 跟双胞胎哥哥从小到大 比较有一些被人家误认 跟弟弟就比较少 说着还自扑 他跟柯淑源长得不像 反而比较像徐乃琳 逗趣自嘲的语气 尽显他私下幽默的性格 没想到柯淑源一家人都好有才华 除了在荧光幕上大放一彩的他之外 两个哥哥的成就也一点都不输给弟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